廣東東莞疫情嚴峻 當局週四稱 近日通報的三個病例都感染了 傳染力極強的印度Delta變種病毒 東莞市馬通診週四要求進行第四輪全員核酸檢測 廣州新華學院東莞校區本週接連兩名學生感染 學院一度封閉 2萬名師生不得離校 學生宿舍教師公寓封閉管理 夜間 學生宿舍樓響起香港民眾反送中歌曲 表達不滿 夜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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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據報22號晚間 兩名確診學生所在的14號宿舍樓 1,000多名學生全部轉移隔離